我们再一次统结一下这个章节我们学到的什么内容 我们先复习一下高一所学到的 这四大营养素都是分子比较大需要分解的 另外有几个有机的物质像维生素就不需要分解 它太小了 这四个需要分解 分解的过程分别发生在口腔 这第一个是口腔 第二个是胃 然后再来是胰胀的胰液 最后是小肠的肠液 那每一个营养素在嘴巴胃跟胰跟肠 各被哪些消化仪中的哪些酵素分解 这个表格整理得很好 我们高一就看过这个表格了 所以我们随便举个例子 蛋白质分解的过程应该是现在未分解一部分 到胰的胰蛋白再分解成胎 所以到了肠子没有肠蛋白酶了 叫肠胎酶 因为只剩胎了 就是寡胎多胎 蛋白质就分解成胎类了 那脂肪主要在胰脂酶 这边的肠脂酶我建议各位不用理它 因为它非常不重要 分解脂质胰脏的胰脂酶最为重要 那核酸包含了胰核酸酶跟肠酶酶 好这个表格我们就简略到这里 接下来进入高三 我们高三提到有四个基数 会调节你的消化线 就这四个 胃密素 胰密素 胆囊收受素 跟肠胰密素 那来源 在这个来源表格中 其实你看的是 它在哪个器官的位置就好了 它是哪个细胞分泌的 不用管 因为我们已经不教这些东西了 好不要管它是哪个细胞 只要知道在哪里 胃密素来自于胃的优门 胰密素 胆囊收受素 跟那个长胰密素 全部是十二指肠 的黏膜细胞 所以很好记 胃密素就胃分泌 其他三个都是 十二指肠黏膜分泌的 好后面就是刺激因子 胃密素是被 小分子蛋白跟钛类 大家有密走神经 刺激 胰密素是酸的 石米是酸 胆囊收受素 是钛亚氨基酸 这些所谓的小分子养分 那长胰密素是脂肪类难分解的脂肪 跟酸性石米太酸了 分泌的 好那目标的器官 胃密素跟长胰密素 都在胃 而这两个互为解卡 一个促进胃蠕动分泌 一个抑制胃蠕动分泌 然后接下来的两个基数 都作用在胰脏分泌一役 但是内容不同 胰密素分泌的一役是 减很多 以减为主的一役 但是如果今天是胆囊收受 是以酵素为多的一役 胰密比较多 好那移密素也刺激 肝脏制造胆汁 胆囊收受数让胆囊收缩 所以有点不同 一个作用在肝制造胆汁 一个作用在 那个胆囊收缩 让胆囊收缩 好这个表格 我就整理在这边 请各位知道这几个基数 谁刺激 谁分泌出来 作用到谁身上 呈生什么作用 好 接下来是图形的表达也可以 这个图你们如果 喜欢用图形学习的同学 也可以用这种图来看 但是图稍微复杂一点 就是哪些物质 刺激了谁 让谁分泌了什么基数 这个基数就重点 所以方框框 有胃密素 肠胰密素 胆囊收缩素 跟胰密素 接下来就是他们的作用 它作用在谁身上 然后刺激谁的分泌 这个图也是 类似表格的整理方式 它是用图形表达 好那什么细胞 什么细胞 什么细胞 不用理它 这个我们已经早就不教了 也不重要 好以上是次大 跟消化线调节有关的基数的一些 整理 那我们六之一就到这边了 那我们下期再见